文章来源 彭泰新闻 入职信息以婚田未婚 公司能解约吗 法官提示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未如实陈述婚遇情况等为由予以辞退的 因解除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将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日前 北京海淀法院披露了相关案例 对类案作出解释 案情显示 张某在攻读硕士期间即领取了结婚证 后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运营专员工作 在填写入职信息时 已婚的张某留意到 人士对其婚遇情况的关注与盘问 担心填写已婚后不能被录用 故在入职简历及入职登记表中的婚姻状况一栏中填写未婚 张某入职后 科技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入职需提供真实简历 员工入职后 如被发现存在虚假陈述 公司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且无需支付补偿金 此后 某科技公司发现张某已婚的事实 便以隐瞒伪造个人经历为由 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 张某通过诉讼程序要求某科技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北京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的婚姻状况并非其工作的实质性要件 亦非公司进行正常营运的合理需要 更非其应聘所需的基本职业资格 因此 作为个人隐私的婚姻状况与劳动合同的定例和履行无直接相关性 公司以张某隐瞒伪造个人经历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应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北京海淀法院介绍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3条第四五项规定 用人单位在招录聘的过程中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不得将限制结婚 生育或者婚姻 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不得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的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 法院认为 本案中张某作为运营专员 其婚姻状况并非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张某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不是出于欺诈的故意 而是担心受到歧视而丧失工作机会 其对此无关事项的隐瞒 不会使公司做出错误判断而定立劳动合同 因此公司以此为由辞退张某构成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针对此类案件 法官提示在劳动者婚姻情况并非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时 婚姻情况不在用人单位的知情权范围内 若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询问劳动者婚姻情况并将婚姻情况作为录用的标准 则构成就业性别歧视 用人单位不得在招聘过程中以应聘者以婚为由拒绝录用 亦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等为由作为录用条件 法官指出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83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第43条和第48条规定的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未如实陈述婚姻情况等为由予以辞退的 因解除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将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后果